天空一声巨响 一道闪电从天而降 雨水打在牙医的脸旁 就是现在 雷之律者终于闪亮登场 仿佛还能想起牙医曾经无助的泪水 我什么都做不到 而上一个这样说的已经在深渊里杀疯了 就在今天 牙医终于又站起来了 肯定有很多小伙伴像我一样 为了雷之律者的经验满心激动 又为了牙医和重重的羁绊落泪沉上 不过各位舰长你们真的了解牙医吗 白科中收集到的情报牙医身高为172厘米 还有体重和三维数据 然而游戏中的牙医真的是这样吗 还有没有其他数据可以补充 我很好奇 虽然晚个短片中能够捕捉到牙医全身的画面 但由于此处是仰视视角 直接就算会造成上半身偏短而腿长偏长 不过雷绿的头发倒是勾起了我的注意 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头皮 这个发量我爱了 初恋用身高估计了一下 此处头发最长中的发长居然达到2.78米 仰视会造成计算偏小 实际长度肯定更长 那么怎么计算牙医的腿长呢 我打开游戏直接取材掉雷绿牙医的全身图 为使精确描述大腿和小腿轮廓 有身高可算出大腿长是17.45 小腿长57.22 原腿长达到了104.67厘米 占据身高的60.85% 原来你才是腿 虚假的腿影只能花里胡哨地玩玩腿计 真正的腿影越看越让人着迷 调整到标准正面角度后 利用头高可以算出牙医正面行为宽度为23.72 下行为宽度为10.58 腰围宽度为19.54厘米 然而在找侧面数据时出现了问题 调整到正侧面时机械手臂完美挡住了背部线条 正当我准备删除文件夹时上显了新的动画 牙医在和重重纠缠时接到了完美的侧面画面 利用头高可以算出侧面胸围宽度为24.19 侧面下行为宽度为16.57 侧面腰围宽度为15.69厘米 由以上数据建立我原创的腐式横切面模型 在图中标注出所有数据与同计算 黄线长度代表胸围 绿线长度代表下胸围 如左图胸围等于下胸围宽度A 加上二倍弧长 加上二分之一圆周 再加上距离C 可得胸围86.76厘米 官方胸围数据为89.5厘米 本次计算的误差为2.5% 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同理算出下胸围70.28厘米 胸围差为16.48 根据国际通用尺码表判断是在C和D之间 更偏向于D 于是牙医的胸围国际尺码为70厘米 英式尺码为32厘米 根据之前测得的腰围宽度 可算出腰围56.99厘米 和官方腰围相比误差为801% 由于一般腰围侧面圆角偏大 我直接理合半圆计算 这可能是造成误差的主要原因 看到这里有的舰长就不满意了 牙医的生产我是知道了 但是奇亚围的数据我也很好奇啊 我就问一个问题 如果非要做出选择 牙医和奇亚围你会选谁 把我全都要打在公屏上 第14章奇亚围拯救天穷师的动画里 从冲拿着风球棍在钢架上奔跑 我们描出全身轮廓与众轴线 确保全身线长取数准确 由从冲103厘米的身高可的头高为22.04厘米 大嘴长42.75 小嘴长57.84 在正面画面中 同样根据头高算出正面胸围与下胸围宽度 在奇亚围车身奔跑的过程中 算出侧面数据 由此没开二度 再次使用传统艺人建立俯式模型 标注出取材到的全部数据 利用同样的算法可得重重胸围79.85厘米 官方胸围为84厘米 注意这个BWH分别指胸围腰围和臀围 可以算出误差为4.6% 还可以接受 下胸围67.90厘米 胸围差为11.95 对应尺码为70B 音色尺码为32B 同样可以算出重重腰围51.34厘米 和官方的59厘米相比误差为12.98% 这个腰围数据误差偏大 难道完美控制身材数据也是控制绿者的能力吗 这期视频通过游戏画面和动画CG 算出牙翼和齐牙腊的身材数据 通过官方数据证明相为计算 结果误差较小 并进一步算出照备尺码 腰围尺寸 大小腿腿长 以及头高肩宽等数据 有了这些做套衣服是没问题了 各位舰长你们还满意吗 我是追上船下山 今天我们算出了雷绿和空绿的身材数据 为给两位做套衣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舰长们都还不知道吧 要不顶上去 让舰长看看